做事有魄力 亲力亲为的欢迎议长张俊 11月1日下午2点竞选总部成立 党政工商界人士及乡亲超过3000人到场相挺 让光复街头市人山人海相当热闹 张俊在支持者热情的洞上村中逞上舞台 并由父亲亲自为他披上竞选彩带 场面温馨 而孝顺的张俊也不忘提醒团队 让年迈的父亲先到台下休息 小小举动却让支持者动容 不断高喊洞涮 6号洞涮 6号洞涮 张俊洞涮 张俊洞涮 6号洞涮 6号洞涮 来到现场支持的不仅有在地乡亲 还有许多国民党大佬 前花莲县长谢生山 陈欣水 全国议会正副议长等党政商界人士 到场立庭外 连艺人李罗 黄启佳医生等人 都到场表示支持 展现张俊的好人员以及高人气 这一路走来啊 张俊真的辛苦了 不管从党务 服务到公务啊 必须讲张俊真的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人 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在我担任主席那段时间 我们一起把花莲的党务工作 把它撑下来 把它发扬 把它传承 其实我要跟你讲啊 你今天是最大党你知道吗 三个前党 前任党秘书长都来了 好 然后 谢谢谢谢国民党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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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庆建议 然后不管 连我们立法院的党团司机长都来了 谢谢党团司机长 好 不管是不是国民党 非国民党的国民党的武党的 廣東來跟你拚啦 你今天是最大黨啦 但是議長主持公務 這個議會內的協調 我去過議會好幾次 其實只要張軍站出來 看黨派的廣東來 做個吃飯也好 做個講事情也好 大家就是可以一位張軍坐下來 所以即便有不同的意見 大家意中求同 想辦法化解不一樣的立場 所以我認為他做一個議長 他公正無私 他以名為本 從人民的角度發 來解決人民的需要 這是他處理公務的態度 所以拜託大家 這個是年輕有衝勁的 拜託各位 讓他繼續為大家來服務 所以無論如何 11月26號選幾號 6號 126選幾號 6號 我現場現任以後 幾乎都沒有參加 中國政治活動 今天最重要來的就是 要向張議長表達最高的敬意 對這個效忠國民黨的人 我們國民黨對他是一個 非常的一個困欠 這麼好的議員 我們假使不能夠全力支持他 我認為 不但是光物鄉的損失 也是我們花蓮縣的損失 各位鄉親 firewall 公物鄉 有情 有意 官物鄉 您提力最強 讓我們大家 來支持 受到委屈的 張晉議長 繼續連任 來為我們相親來服務 大家說 为获国民党提名 却获得国民党大咖人士力挺 也为张俊抱屈 希望花年乡亲用选票来支持他再次连任 让张俊能继续为花年乡亲来服务 县议会也有19位县议员到场力挺 展现大团结气氛 随后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授予战旗 给议长张俊 孙文学院张亚中总校长也送上好彩头 与会贵宾陆续赠予吉祥物 也带起现场第三波高潮 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的丽品 张俊会永远记住大家的恳惜 将您这份恳惜转化成改变花莲 让花莲繁荣进步的力量 张俊是吃花莲米喝花莲水长大 在花莲在地的子弟 花蓮就像我的母親呵護並疼愛著我長大 花蓮疼惜我 我也深深的愛護花蓮 令人遺憾的是 有人掌握權力之後 不知好好珍惜花蓮 培養在地人才 反而費盡心思來製造分裂 排除疫情 狠狠撕裂花蓮人的情感 累積人與人之間的仇恨 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人 就是一路打壓抹黑攻擊 張俊我就是其中一位 但是我始終相信 公道自在人心 張俊不信公理患不悔 不容正義盡成灰 所以說 聽說聽好 張俊非常慶幸 有相親及在做好朋友的一路相提 給張俊溫暖 給張俊勇氣 這也是促使張俊 繼續為花蓮獻民 服務最大的力量 花蓮要改變 監督不能停 花蓮要進步 建設要加速 張俊需要每一位有正義感的您 做張俊強而有力的靠山 恳請各位鄉親好朋友 用您的選票 繼續支持張俊 讓張俊連任成功 張俊願意犧牲奉獻 不畏艱難 憑全力為鄉親打拼 盡全力完成鄉親所有的托付 議長張俊致詞強調 公道自在人心 不幸公理換不回 不容正義盡成灰 張俊競選總部成立 多年來已成代人的他 獲得黨政工商各界人士及鄉親力挺 如今也希望再次獲得鄉親好朋友們支持 讓他能夠繼續連任 為花蓮來打拼 讓花蓮變得更好 更新新聞網 廖愛玲 花蓮報導 到最後